C'mon 和你聊 早安 来到多伦多的时间下午4点08分 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摄4度 今天最高气温是6度 明天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是17度 最低气温是5度 既然那么难得和大家下午今晚和你聊 都可以LINE的时候 每次香港台都想进步多些 因为想多些的声音 其实我们讲香港的事很多 但是去到这个时间 我们知道很多香港的朋友 除了很呆黑粉丝 他就应该在睡觉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里面 其实有很多事发生的 要讲一下家事才行 其实今天有两位我的好朋友 有一个很难得 除了我们的阳气很强 我们要找一个女孩很讨论的 和我们一起 今天和我们一起LINE 希望大家一起帮我们分享出去 因为今天也是一个很新鲜的 开始的组合 今天三人组合 我们有当然我的好朋友 知心移民顾问我们有黄光维 Alfred 多谢你 大家好 好的 我们两个男士 大家平时说一下 我们很少走到女孩的角度 我想问一下 你还没介绍出来 Alfred 你不能说她的名字 你怎样形容我们今天出现的那位女孩 即是我们的主持 即是嘉宾主持之一 心肠好好的强人 哇 这个真是值100分的 心肠好好的强人 嗯 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有一样共同 即是跟香港台一样走在一起 我们邀请她出来 这个心肠好好的强人 好呀 大家和的CEO 我们有黄晓盈的 即是黄晓盈博士 Anna Victoria Wong 哇 有没有人长过这个名字呢 真是 Hello 大家好 欢迎 欢迎 Anna 我想有些朋友可能也认识Anna 大家稍后她会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那我们三个人呢 不知道Alfred说不说到 我们有三个人呢 应该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 即是拉在一起的 Alfred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啦 我觉得始终都是 帮香港人 就是跟回你台的那个mandate 这个是最基本的 我认为 我的perspective 他突然间 好人得来呢 他整天都帮我们做 讲那些资深移民的问题的嘛 突然间很客气呢 其实我们很简单 大家上了一条船 那只船叫救生艇 其实我看到Anna很多时间 除了做家和的工作之外 也抽到自己的压外的时间 已经很忙了 等Anna说一下 为什么会上来啦 当然多谢香港台 多谢Anna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自己 行不行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了解加拿大 Politics也好 Family也好 一些加拿大本土的议题 我想藉着你呢 可以大家会更加了解加拿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有请 就是我们今天的 好心长女强人 Anna Wong 你好 真好笑 没试过有人这么介绍我 不过是 多谢大家的时间 多谢香港台 谈出这个空间 让我们和无论香港也好 全世界各地的 或者对香港有心的人 可以谈谈谈谈 那加和是一个 在安省注册了 其实已经33年的慈善机构 专为华人移民家庭服务 那像阿周那样说 为什么最近可能会见到我 或者见到加和的资料多些呢 是因为加和都想配合 加拿大的联魔移民国 那个救生艇计划 其实正确就是Canadian Hong Kong Pathway 他介绍一下那个计划 自己本身也是很想做香港人的话 就比较了解 要来之前 这些人的忧虑之处 来之后有什么困难 让做多些公众教育 帮他们好好地预备 让他们赢在起飞前 过来之后 这个可以啊 赢在起飞前 喜欢啊 这个名字 容易一些生活 容易一些找工作 可以很快就成为我们一个 帮助国家 就是没有人想 就是加拿大一个国家 做这个移民计划 其实不是只说我们开船堂 我们帮香港人 其实真的不是的 我相信Alfred 他们各个有份 提供这个道路 根本都知道加拿大 是要做这件事 除了我们是联合国的成员 我们购买人权和自由 之后 就是我们加拿大 真的很地大 人少 很难过 经济起飞 这个就是 重要性质量的问题 所以现在 希望10元日care 提高生育率 是吧 等多些人 就多些人交税 也真的是 远水不能够近火 是吧 其实最快可以 inject the employees 最快可以 一群一巴士 一巴士 一飞机 一飞机 的工人 就是用移民计划 所以 加和作为一个新移民服务 公共机构呢 其实都很buy这个 strategy 嗯 好啦 其实呢 很多谢啦 其实我知道 Anna的工作很忙的 但是呢 从很多人的口中 就是 不是单止是 求其好 求其好和Anna 也是一个很深厚的感情 就是大家就会 一起 会很多时候都一起做事 但是呢 譬如说 就是说回 其实很多人都说 Anna 真的一个 对于一些公共事务 或者对于一些人 甚至乎一些人的年轻人情绪 他自己有很多方面的能力 那可以如果邀请到他就好了 那很多人都这么说 喂 终于邀请到了 Alfred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一个女孩 就是我们两个男士 是啊 刚才我听了 听到意义都出了 不敢说话 为什么呢 就是听闻Anna 现在就是 擺出一个很熟女的feel 但是其实呢 对于一些 或者不对的事 或者有时候 我听过他说一些 关于Human Rights 或者每个人 就是我们做市民 有些什么的权利的时候 是 可以很猛料的 是啊 跟Anna熟了 你要知道她很帮人的 嗯 你想说 噪底的 哈哈哈 第一 说真的 始终都是第一次上来 没理由嚇走你 最想你留下 最想你留下 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其实 说真的 香港台也好 或者就算整个多伦多 我觉得 希望有些人很贴地 讲加拿大的事 就是你可以找很多人来访问的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很贴地 反映到一些市民的需要 问到一些人讲一下 起码 讲到他们心想问的东西 才是重要的嘛 喂 大家都可以说一点 始终我们大家都有家庭服务 有些就是讲救生艇 其实so far来讲 加拿大大家 对于这个救生艇计划 或者叫做Pathway 就是加拿大这个Pathway 我给Alfred说一下 你觉得so far加拿大 对于香港这件事 你觉得你会给他多少分 我觉得 我们是加拿大人 我当然是给了100分的了 绝对给了100分 虽然初步的数据显示 香港方面是很万一的 我们上次没看过的 说过 Bloomberg有一个报告 头过三个星期 只有500多人申请公签 其实我有点想 那么少 为什么呢 我唯有想 就是说 有些细节可能 香港人不知道 比如说 如果你批准这张公签 的话 你不用立刻来的 你是拿着封信 三年 即是给了一张 加拿大批准了你 你这张入场券 三年有效 那你就先拿了 拿了再慢慢考虑 但是人们不知道 Alfred是一个永远很欲紧的人 因为他不是正在资金方面 他是觉得香港人有这个机会 除了拿着BNO 就应该先来 我稍后可以和大家 因为我们关于加拿大 我今天也是想说一个题目 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中国人有一句话 家丑不出外传 但是我们讲的是 加拿大其实不多不少都有一些丑闻的 是吧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你听听一下 有时你听着我们一起share 早上又会说 真的会有一些东西 是令到大家觉得 喂 加拿大好像都令人担心的 虽然其他服务 就是会很好 就是有一些health care education 大家都知道的了 但是大家现在好像不只是停留了 在这一方面 我这个时候又可以问一下 Anna 你觉得 譬如加拿大以往都是我们 很多人移民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环境 香港人应该移民 其实很多人来这里 刚才Alfred一说 会只有五百位 你认为是什么问题 我也同意Alfred说 那五百位 第一就是可能未准备好 是不是 就是要经过这个process 都有相应的事情 例如做medical check 要做你的学的认证 之后就可能要公布公布了 这些可能未准备好 又或者有些误解 时会觉得 我都未找到工 我怎样可以申请 有些误解 就说我两个妇 一个人得 第二个人又不合资格 那我怎样申请 就是到今时今日 其实有时候 还在回答这些问题 就是这件事 也有些就是觉得 我现在申请了 我都未来 那我申请来做什么 其实我就觉得 咦 为什么你不早点申请先 不再延期了 你知道什么时候 会转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自己在你原居地的状态 会变得很急地走的话 你就没有了这个门口 让你走 好 今天我们就 一讲移民的事情 其实我们星期一 就会和Alfred 专门一点讲移民的 但是我觉得Alfred 我和他试过有一两个星期 就讲一些加拿大的 不论是加拿大的政治 加拿大的民生 我就觉得是一个 很有火花的感觉 加上Anna 我觉得其实 好 再次 就是我今次讲完 就是最后一次的 就是香港和很多交和 给他的CEO走出来 就是表达一下 就是除了交和里面的service 之外 因为其实当一个机构 提供一个本地的service 其实加拿大国家的事情 去到省一定影响很多很多的 其实真的很重要 所以今天来到的时间 我想大家一定 如果你是加拿大人 尤其是不论你温哥华 Calgary 我知道我们有些fans 是在North Bay Edmonton那些 安省里面我们就会比较熟一点 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地方 那希望大家 藉着这个节目 尤其是逢星期四 就是将来可能Anna 会出现多一点的时候 如果他肯定 那就会有很多精彩的火花 不过有一样东西 我在我们还没去休息之前 刚刚的 就是大家 我想问一下两位自己 就是给一个lock down来说 你自己心里面 就是身处在这个加拿大里面 你觉得其实 就是加拿大政府 就是安省安排得怎么样呢 Anna你自己第一手的感觉 你觉得 就是你在里面 你觉得怎么样 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 lock down的资讯 是真的确实有些混乱的 就是由省长 去到市政府 去到警方 有时候他真的说不同的东西 对于市民来说 就有些无所惜重 就是好像他说 警察可以stop你 其实跟着又walk back 警察说 其实我们没能力stop你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就是vaccination 是打针 那本人其实都在vaccination 那个roll out committee的PR里面 都觉得省长说的是一样东西 去到针藥 真是到你的市区域 那个卫生局 又另外一样东西 那甚至有一样东西 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的 就是去到针那个center 就是打针的center 有些center 都自己应用了不同的规则 令到少了人可以打针 纯粹就是因为不够针藥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省民 或者一个多人多市民 在这几方面 都觉得无所适从 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再加上 如果你问我们 用多一点点讲家和 对不对 要问我们 家和 在这两年里说 收到很多 和禁止有关的 情绪支援的要求 在家暴方面的要求 有幼儿有幼老 有配偶的暴力 已经是很多 比以前确实很多的 还有很多的情况 就不是只是一样东西 我只是忍呸 又或者我只是情绪病 又或者我只是家暴 很多东西都是因为 封锁而生产了很多不同 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和家庭问题 例如当一个配偶是家庭的支柱 他开工不足 或者他没有工作 失业了 他就会影响夫妻关系 如果家里有新移民的话 很多时候多代家庭 那几代的关系 磨擦都很多了 那我又真的困充斗 在家里 都好多年对着你 又走不了 那怎么办呢 磨擦越来越新的话 就会开始去到家暴 柏林的边缘 也会影响个人情绪 所以整个串的东西都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 所以其实到现在 我们家和的等级很长 很少会去到三四个月 但现在真的要等这么久 Alfred觉得 Alfred觉得 Anna开始 我想第一次出现 很斯文 如果被我 我一定会骂 我说 其实 我很明白别人 为什么会出去抗议 你自己的 不论口罩的安排 这样也叫做 face covering 是的 人家就算我们很守规矩 留在家里 听着你说 我们的自由是被你的安排搞乱了 Anyway Alfred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是我的意见 我会把我摆在省长的位置 就是这么想 没有一个政客 是准备这种疫情 大家来时 日后怎么追究后 他突然间 不要说我们省长 总理 南边总统 一样被人家 政策上想的事情 就是这么短时间 要想很多事情 你远的话 有一声音说你不够硬 你硬的时候 有一声音说你太远 他就在两个极端 游来游去 不要说 我不是和德科说好话 你放任何一个 看能不能做到 全世界都开心 好 Alfred 我明白你说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个疫情是大家第一次经历 但你会见到一些城市 或者一些国家 的确在安排上 令人简单说 台湾 澳洲 英国 英国不是 澳洲这些人真的出来 可以出去吃饭 不用戴口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里面 可能大家 起码你戴个surgical mask 是level 2以上 带一块遵命 这件衣服 没有人说过 但是呢 那一陣子 其实 最初你都见过的 我们开始 香港人比较有意识 回来戴 是被人骂的 现在骂完之后 到大家 喂 你自己又不在公众地方 你有没有看过 我就很贴地 我去巴士站看看 哇 那些地方没有人抹 你知不知道这些地方 其实最公众的地方 是最需要这些东西安排 那这些是省长的 不能说 我都很了解 是没有人与会 当然是没有人与会 但是 你每一次 他们说是什么电脑的program 就是预测 就是预测 我真的很想看电脑 每两三天改一次 那个决定 是可以由左去到右 那么厉害的 所以 今早 德科出来道歉 还哭了 他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做了一场政治show 我自己是觉得 他也是一个很真诚的省长来的 他自己就是说 我觉得 我们就是 简单来说 我道歉 我真的很真诚道歉 因为安排roll out的太急 让大家没有了个自由 也都在警方的安排上高 他觉得 给了个权力很不清楚 最初又说可以stop人 现在又收回 搞到大家很不方便 很生气 就是他说的了 现在由一个外籍人士 一个这样的人说 我估计有两个原因 你估计他为什么会 我不想猜猜 你们熟加拿大 我又回来而已 Anna你觉得 这个德科这次那个 是有多少 因为其实在他的欢迎程度 是跌了十个点 跌到二十几点 就是他的受欢迎程度 你觉得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他就出来说sorry 现在他的收视率呢 或者去民间 有多少个赖赖或是生气呢 是确实影响 民间我想他一向都知道大约是多少 但这几天呢 除了民间之外 我业界其实都走出来 业界都跟他说不行 特别是那个 那些职业的职业、职业的职业 所以Dugford今天除了走出来道歉 说我回到警察的职业之外 他也都同时说 I'm sorry I think I will have to reconsider 那些职业的职业的职业 因为确实是很多人生病 那你生病了又不职业的话 你是不是供他上班 然后因为他没有了工作的话 他又会照顾不到家人没有饭开 那你不要供他上班 是不是4.5%一天的正确率都不够 对不对 老实说我觉得Dugford一直都知道 有一帮人很不喜欢他的 那他上台的时候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想他现在开始发觉 咦咦 一直之前那些人都好像一样的 那可能是帮助我租你那样东西 那是不是我要预备我之后大选呢 特别是Liberal现在的职业的预算 他开始开仓 大耍金钱 那我是不是要害怕呢 是不是这样 嗯 好了 今天如果要讲就很久要讲了 但是我想讲多些东西的 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今天里面 这些当这几位朋友 就有Alfred加上Anna 坐在一起其实有很多 希望大家都参与了 大家share出去之余 大家如果你有些问题 如果我们谈开的时候 你有什么在这里 我们即时看到你的comment呢 我们可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讨论里面 可以大家一起讨论 那我们现在昔真 回来就讲其实关于一些visa的申请 最近很多时候我们很鼓励别人去申请啦 申请一些visa 但是原来申请的地方最终去了一些中国 就是外判了一些中国里面的公司 搞我们的visa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是只有500个人申请 大哥我申请的时候 我的资料会不会pass了给大陆的呢 好了 这个关于大家的安全呢 我们休息回来 就继续和Anna 我们有交和的CEO Anna 王博士 和Alfred 我们资深移民顾问王国慧 一起和我们一起聊下去 COME ON 和你聊 多时间了 下午的四点半了 眨眼 今天和我们一起 家丑必须外传 加拿大有些东西 我觉得是丑丑的 请来两位特别嘉宾 一个不用说的心照好兄弟 有资深会议问观问王国慧 Alfred Wong 另外就是我们有 家和的CEO 王晓盈博士Anna Victoria Wong 和我们一起的 很多谢大家 喂 即是即入正题了 就是今天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收听我们 share出去 我们这个环节 是专业focus在加拿大 一些我们比较会关系的事 我觉得这件事 也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因为大家在申请 最近都说移民 在申请的时候 申请Visa 我们要申请Visa的时候 当然要在一个地方 处理一些admin的 但是我们的加拿大处理的 admin的Visa Center 里面的那些Visa的资料 原来是好像外判了 话说在Globe and Mail 那个话说在Globe and Mail 那里我们国家的一份 都挺有份量的报纸 就说这些outsourced 去了一些 跟中国公安有关的公司 请Alfred 你会清楚一点 你跟他说一说 我当然知道 有他的渊源 然后看着他大 也看着他坏 首先我们知道 这么胆说他 看着他坏? 什么叫VAC Visa Application Center 十几二十年前 移民部还是用纸张申请的 旅游签证 工签 学签 什么都好 全部都只将一个图片 快递 譬如中国那样 北京的权力中心 在北京大使馆那里 那你就想一下 那个工作量 是多无效率 变成那一队的工作人员 拆开图片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Completeness Check Regulation 10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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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执药那样 有吗?有没有?有没有? 没有吗?退 有就可以交给官员 做Processing 你就想一下会大量到什么 所以大约是2005、2006年左右 其实我们有个业界 都是加拿大籍的香港人 在大陆长住做的 他留意到大陆2006年 北京领事馆的那个网站 有一个很隐蔽的位置 就有个招标 招标、Tandering 跟着联邦政府程序的 就是说 介绍外判了这个服务 就将那个 外国的Regulation 10 Completeness Check的部分 判了出来 这间新的公司 如果投中了标之后 他就训练他的员工 那些人就交到他们那里了 中规就是广州、上海、北京 最近两年前就有成都、沈阳也有 我最关心有没有香港 香港也有 全球也有 美国也有 那些小伙子的角色 只是跟你对了 有没有一、有没有二、有没有三 没有立即搞或给你协助 不是内容 原则算是可以的 原则算是可以的 即是将一个效率 将那些东西全部推进去 然后就快捡 由广州 立即上 每一时都有机去北京 很快就能去到 官员打开两三分钟就做完一个案子 这样看正面就是这样看的 好了 我大约八年前 我试过做一个 即是我自己的客人 他有一个投资项目 他大约十几人 我就跟他做个签证 隆重其事 我就回去亲身落场 拿着十几个应用程 去广州的签证中心 要交材料 他有一个额外要求 你每个签证都要给我一个USB 我为什么这样 USB 如果你没有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些费用 我可以给你搜索 但是一定有USB 譬如我十个签证 每个签证都要有十个USB 哇 USB 那些数据就很容易得到 那个年代我们未曾想到那么深 那个年代我们未曾想到那么深 你说那些数据的保护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保护到那些居民 不可能的事 Alvin 我反而去到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以往那个渊源少少 但是其实最近那个报告都令人忧虑 那样东西 我也想说回 始终很多 我关心的 当然全世界我都关心 但是我更加担心 现在香港人有很多时候 有不同的情况 要特别的情况 要移民 要申请 而所说的 去外判的这间公司 是由北京帮他们聘请人的 那些staff有15% 是由北京帮他们聘请的 再加上其二那间公司 80多%里面 是一间中国公安公司 没错 这种东西 似乎有些好像很奇怪 我觉得 其实我会感觉很危险 真是真心 这个好的想法 如何看着它大 接着就是什么 你在中国招标 中国招标 中标那些 你没有什么背景 怎么会让你中标 不用说了 是不是 据我所知 第一期的背景 那个中资的背景 是中国旅行社 是旅行社 当然 后面后面 那些东西怎么变 为什么变 都不透明 所以现在搞到就是说 真是跟公安相关的 这是事实 最妙妙在 当这件事揭发出来 自由党政府就说回应 我们有程序去保障那些人的 privacy 这个是一种很公式化的回应 没有的 没有可能有 我亲身激励过 是啊 Anna我想问你 面对着 譬如说 如果一个以加拿大的公民 我们看到 譬如说我们有些新车的朋友申请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新闻 我自己很忧虑 其实我们经常都叫朋友 来加拿大 好啊 但我真的知道这些丑事 家丑不出外存 现在真的外存了 如果一个加拿大人 我们怎么反映政府有效地 令到他这件事真的要抽起 或者你要考虑如何很清楚 因为大家都对他没有信心 对外本公司没有信心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怎样呢 其实呢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当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退回一万步 去听众一件事就是 我们现在三个人可以在这里说 加拿大可能做错 而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 我们可以说 但是我们并没有违反 加拿大的国安法例 我不会因为我说了这件事 指出我的政府做错 而会被我的政府拘捕 因为我说了一些东西 令到我政府不开心 这件事是我们很拥抱 和很珍惜的加拿大的核心价值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说 那现在是不是有需要走的人 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有些比较敏感 有些比较急切 但是都要让跟公安部有关的人 知道我的细络的资料 那Alfred是业界 他比较清楚有多少危机 和他们知道的事情 有多少深入 那这个我们家黄不懂的 我就不会评论了 但是我只可以说 我描了一个比较 就是你记得当天 由2019年开始 其实因为香港的社会运动 令到有很多青少年 甚至是不同年龄阶层的人 无论是直接吃个TG 又或者在家里看电视 很不开心 什么颜色 整个光谱都是 都会令到他的情绪受困扰 但是当时很多人都会说 不敢打去防止自殺热线 不敢打去心理辅导热线 为什么 他说原来那个机构是会被逼 和香港的警方分享这些资料 这是当时不去在本地尋求帮助的人说的 可能有些其实就会打到我们家 你可不可以帮我 我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 但是他们选择相信 但是就是同一样东西 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就会令到别人却步 就变成在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下的人 那个情况会更加差 我非常支持国家安全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要做很多事情 去保护一个国家的安全 我同意得很重要 在这件事上面 我是觉得对我们国家的国民安全 受影响的话 是应该去做些事情的 我已经很感谢媒体提出 你要尊重第四权正在做的事情 是一样非常之应该珍惜的事情 而他查到你 是你不应该去告他 因为他查到你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回答阿周你的问题 是有什么应该可以做到呢 是每个人身为你的国民 你都可以对你的NP发声 现在亦都在BC的关卫正议员 由我们的市民Mimi Lee提出的一个设计 是关卫正议员其实也提出了这个设计 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处理这件事 the least you can do 就是加拿大人 你最少最低门槟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签署那个联署 你这么久以来大家的经验 觉得香港就没有了这个机会 你反映没有意见 你反映就很危险 但是有这个意见 大家觉得那种是不是一个官僚 但是你反映的时候 大家以一个很贴地的 我们有很多人香港刚刚来 或者再回流 有多重要大家去反映这个意见 就是那个就是你所谓的 跟NP所谓的 是拿了一个电邮就这样说 我们很惊讶这件事 是不是就这样他们会 就是如果很多人的时候 还是宁愿要 rather go through一个好像 partition 你说Janny Kwan那些 是不是就是这样 哪个有效一点呢 就是我们就这样一两个 其实说真的 他的assistant 会截了一些电邮 未必看到的 那我想就不要妄自诽薄了 没有一样东西是一个stand alone的方式 如果你觉得一条路 会被人阻止的话 是不是应该多开几条路呢 是不是 你打不同的线路 无论是带上国会 一个任务 又或者跟你那些NP所谓 就是难听些说 你签了任务 很多人都没用 如果他没有同僚 跟他backup 那个投票的话 他一样不会过的 所以你除了签那些联署之外 也都应该在你当地的postal code 你自己本身的riding的NP里面 你认为某一样东西对你来说 重要的 你应该充分和他反应 嗯 我作为业界 我或者给个提示 香港人 回我们的试 香港也有一个VAC 一样有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避免用他的服务 比如说 如果你可以选择 online application 或者去递交申请 你不会去递交给加拿大公署的 就是VAC了 你可以选择 vis google www 回 determined 都可以递些递交 都是递难直接到加拿大移民部 所以我们这批的三年公签 一定是按案申请直去移民部 是不会经第三者的 其实每一个声音 其实香港人都试过很多 很多人签了名字 真的有些有效的 你看到这次救生艇 可能要等等等等 不知何时突然爆了 他就OK了 他就留意了 因为政府始终要大选的时候 他就要面对这些事情了 那些选民其实要记得 我觉得暂时香港人对于 我不知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不是很熟 大家觉得香港人参与本地 所谓投票发声的政治 大家如果觉得 给一个热度分数 给多少 Anna 你觉得香港人在这里 哎呀 你每一次要投票的时候 我们也有做中共宗教育的 但是都会发觉 最简单就是三级政府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混淆的 要肯去投票的时候 那些人已经比较好 但是他可能真的不知道 在投什么票 我觉得如果香港人来说 可能是六七 不是香港人其他新移民 可能是三级以下 我想很明白新移民是有一个学习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政府在移民之前 即是你不是说入籍有一个测试的 对不起 Alfred 我真的觉得移民之前 是不是应该给一些教育 甚至有一个课题 给他做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 跟加拿大的主要值才过来 对不对 如果不是你过来 然后在这里不喜欢我们 又说不公平 又欠你 又或者怎样交税 又怎样 我以前那里很好 那你怎样要过来 对不对 我觉得我是越界 这个又真是的 绝对 马后炮不行 我也想他们过来 是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包括理解我本地的法律 为什么投票是好事 为什么言论自由和人权是宝贵 还有打儿子是犯法 打妻子是犯法 很明显的事情 打老公也是犯法的 对 是妇犯犯家庭 所以打动物 要排队 要排队 你不明白 谢谢 你不明白的话 你来到会犯了法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反正这样 为什么不可以给他一个测试 确定他 我需要知道我去做 我需要知道我去哪里 对不对 可能听完之后 我选择回大湾区 或者去阿罗阿图 为什么我选择加拿大呢 如果我根本不理解 他的体制 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相信会继续出现 因为已经公开了 在一个公开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有这个缺口 当然 其实最近加拿大都打开了很多很多缺口 包括一些人身的安全 回头 其实当一个人 加拿大来到这里 本身是加拿大人 但是他在加拿大地方 说一些他自己相信的东西 刚才Anna说得很好 就是这边 就算我们指出政府不对 我们不会因为一些法例 无端端走去坐牢 或者被人调查 不会的 但是反而一些小事 一个个人层面 我只不过觉得我的信念 是想给公众知道 或者为香港做些发声的时候 哇 原来人生是很不安全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这个家丑 第二件事呢 就要外传 休息一会儿 回头就问一问 大家觉得 就是你们 包括网友 你们有没有经历到这些人身不安全呢 那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那我们继续回来 稍后 我们是很感恩的 那大家都给一些留言 支持啊 就是我们两位真是很好的嘉宾 就是我觉得很有分量 Alfred 就是情意在那里 那就是很多谢Anna Wong 王晓盈博士 那她是在那个 就是做这么多社会的工作的时候呢 关顾的工作 自己抽很多时间出来 我觉得她自己有很多 就是白亡之中 也都抽在那里 所以多谢她 客气说话不说了 那我们讲到呢 就是其实现在最近呢 真是 就是纷纷是被一些主流媒体呢 报道了呢 就是有一些 不论是私人的地方 我记得就算我们这个台开展的时候呢 就是一些小餐厅啊 它贴了一些香港的一些海报 又或者是被人追击了 那这些就可能是本地里面 一些大家之中的不协调啦 但是 现在是一些 大家都知道的 譬如说 ACHK Alliance Canada Hong Kong 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 被人恐吓 那这个故事是不是 Alfred 知道多一些事情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那这样 你刚刚说过intro 那些 那些 湿湿碎 是只不过在本地那些 很impulsive的 玩的嘛 我觉得它玩的而已 但是呢 去到比较更高层面 我可以和大家分享我其中 我处理的一个真身的经验 那就是我几年前 就有个UT的学生 是女孩来的 很快女的 跟她申请了移民 解释不住了 那接着呢 她就担保父母 担保父母 那她又有收入的嘛 那她又没有工作 那她竟然间 足够收入 可以担保父母的 原来那些什么呢 是利息收入 那些钱 所以 Gannery的利息 都足够担保 那我 我聚養了 就是 我不能够问太多东西的 好了 那很顺利 那突然间她爸爸来来去去旅行 那突然间她的女孩找我 说不行不行 我爸爸被人拘捕了 哇 我怎么搞的被人拘捕 我还申请移民 我又申请移民 原来发觉她是被CBSA拘捕了她 什么叫CBSA 哦 那个边境管理局 不好意思 即是移民部的警察 移民部的警察 是的 原来她被那些人拘捕了 那接着就问了 原来就开始知道少少东西了 就有人 有些什么单位 他不会告诉你 CBSA不透露的 原来这位爸爸 他在他的老家 就是非法集资 拿了钱 进了出来 现在被人追了 我感觉到 我们经常说强力保门 以游客的身份 就进了来 追究她 这件事 是我亲身经验 她来我开会的时候 她之后 威胁她和背后聊天 全部都告诉她 你什么时候去哪里 什么时候去哪里 全部都说出来 好不恐怖 所以我觉得 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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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归我开始要说到 人材材 我投降了 我就要请我的师傅出山 就交给她 这样 其实 加拿大应该是一个 你也说了 大家不需要因为自己的表达 有那种恐惧 但事实上 我们看到这个报道是一个CTV 就是这里一个主流媒体的 很大的电视台 就做了这个report 也访问了他们的成员 好像是Sherry Wong 对啊 没错 她就面对着一个被人跟踪 然后有一个恐吓的电话 说你妈妈会死之类 其实我们讲加拿大一个地方 如果一个人因为他的一种理念 他去自己做一件事 又反过来这么说 如果我香港台突然间 我正在做一个香港台 一个电台 香港人可以听的电台 但是他会收到这样的恐吓的时候 我可以去哪里呢? Anna 我觉得受到恐吓这种心理 或者受到威逼这种心理 有几个层面 第一 你真的有个身体的障碍 已经有人兜口兜面 或者用不同的沟通方式 或者给你听 你会受到威逼 但是有些可能是因为某些事件 他以前有个创伤 而他觉得就算我离开了一个危险的地方 经常都承认着有人在我背后跟着我 可以是真可以是假 其实两种东西 都是对他本人的病人的心理质素 和家庭和谐的关系 是非常受到影响 那如果真是他的身体的安全 就是他人生安全受到危险 固然他是要跟当地安全可信的执法部门去联络 令到他们被案也好 保护他也好 解决那个问题也好 另外一方面 如果他的精神受到困扰 就好像阿周说 不要那些家丑不出外传的迷信 是吧 就是你越努力多久 你就会越重症下怀 别人想你害怕 别人想恐惧你 是吧 那你就会越来越害怕 你就会越来越缩 你就没有斩脚趾被沙虫之余 你还搞到又读不到书 又做不到东西 又不敢出门口 其实你自己的Quality of life 生活的质素都非常之差 要处理了那个心理的问题 同时都处理个人的安全的问题 似乎好像在加拿大里面 就是你要 我觉得加拿大很多时候realize的问题 就是他们摆出来的 很多时候就是说打针而已 我觉得暂时 但是的确是很重要的 这件事就是卫生这件事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些事存在 似乎好像对于一个个体 就是其实它很无助的 因为为什么呢 supposed来到加拿大 应该是一个feel很安全的地方 我们觉得 但是现在你知道有人跟踪了你之后 他这样说了之后 就是 难道又是 我又去找MP了 接着又警方 警方又不是真的很了解 香港和现在 就是中共所发生的事的时候 其实那个人可以做什么呢 除了我移民了 过来了 搭了救生艇过来了 我反而过来之后要救生 那很矛盾 你明白吗 我认为一个个人层面出发 你是真的有责任 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保障安全 所以你不报警 或者你不寻找帮助的话 你自己一定是搞不定的事情 你生命上 生活 心理是否受到影响 悉朋友因为这样受到影响 也就像家华这样的部门 可以帮到你们 另外有一个层面 可能是Alfred 会回答一些 是否有些督夫热线 我喜欢 很贴地 加拿大有没有督夫热线 可以报道 譬如说 有些其实不应该是 加拿大出现的人 或者他入境是一个证 但他进来是在做另一件事 甚至又在做些事情 违反加拿大的法律 而他不是加拿大人 我们可不可以做些事情 其实RCNP是存在这件事 HP你是可以报道的 但是 就是说 阿祖你所说的 Glub and Mail的暴动 我也有看过 Cherry Wong 她也有报警 但是真真正正 警察佬会不会开号 一个很大的疑问 她说来说 就是资源不够 资源不够 很多事情不做 所以我分享 我Echo和Anna说的事情 是两个层面 要是受害人 就可能会有些契纳 说不定 就有些开解一下 另一方面 我觉得如果报警 是真正不够 去哪里的时候 找一些议员 都不行 就叫传媒搞大它 让它一定报大它 我觉得比如说 中文传媒 会有那个 它报道这件事的价值 Alfred 我想问一下 你在移民政策上高 有没有一些人 如果来做加拿大相反 他反而来恐吓人 如果我们知道 他拿着这个Visa 我可不可以报道 他会变述的呢 可以 这样的移民法律 你就是说 如果你只不过 永久居民身份 凡事 就很容易扔你走 很容易的 这些可能是visitor 是的 也很容易 但是如果入了职的话 就变相对性很麻烦 就是本地人 但是那些人 很痛心 本地人得利 原来他是附和着 跟加拿大完全相反 核心价值 真的很惨 说来说去看 又是CBS的移民 他肯不肯开档案 当然 如果他是犯法的话 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你也是犯法 就是说国家安全 而且你也在影响 别人的个人安全 我也想召喚 Joe刚才那一句 你当然是加拿大 你喜欢在加拿大 所以你入职 你买我们这套制度 无论是什么都好 但是你又在吃我们的饭 摘我们的碗 加拿大不受这一套 好了 说到这里 我再次多谢嘉和的CEO Anna Wong博士 和他们一起过了下午 大家都感受到 Alfred又有他这方面的大家见解 我很希望大家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 是一个令到大家可以 不论心灵上高 在这里再重新出发的时候 是一个好的地方 可以大家一起建立一个好的加拿大 以此同时我们大家香港人 可以继续一个很团结的心 走在一起 可以做到更多的事 帮香港 OK 我们要下个星期一 就有Alfred 先讲我们那些移民的案子 什么时间不够 今天一开口就大家巴巴声 再次多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台 继续将今天 你觉得有兴趣的东西分享出去 下次同样时间再见 再再见